如何找群組 那我們看到這邊線上好友的這個項目的 左右兩邊呢都各有一個箭頭 那這兩個箭頭的功能呢是一樣的 他們會去做一個循環 那 預設值是所有的線上好友全部單獨的列出來 那點選了之後呢 他會有廣播 會有群組 會有所有的網段 然後最後呢又回到了每一個單獨的個人 那這邊也是一樣的 就是做一些循環 所以當我們要去找群組的時候 就是用這樣的一個箭頭 去找到這個群組的名稱 後面的這個括號呢就是 現在在open這個群組裡面 只有 一個成員 那前面這個箭頭打開來之後我們會看得到 這個成員是誰 就會分別的把它列出來